苦味羊奶晚安 大家晚安 洛克晚安 以為會整點開 對不起大家 因為我 我今天一直錯過整點 我今天一直錯過整點 我原本想說在八點的時候我要發文 然後結果 因為我最近不是很愛看懸案嗎 然後我看看就不小心超過時間了 對 然後超過八點我就想說完蛋了完蛋了 可是九點就要直播了怎麼辦 所以最後就趕在九點發文 然後就 就比較晚 對其實那個懸案 我本來預估我看那個懸案 我今天看的那一集好像十三分鐘 我就想說十三分鐘看完剛好就八點可以發文 然後可是因為那個懸案實在太懸了 我今天看的是 是1046房的懸案 你們有看過嗎 它是好像是發生在美國 然後它 那個懸案 因為太懸了 所以就是 我會一直反覆回去看就是 那個死者 他生前 警察的問話是說什麼 就是我會倒回去看 我倒回去看了三遍 然後我暫停 然後我在想 到底他是死於自殺還是他殺 因為就是懸案嘛 然後我就 我在思考對X調查 我最近很愛看 因為老高出影片比較慢 然後最近又開始看了一些懸案 真的太懸了 然後我就在那邊思考 到底犯人究竟是誰呢 然後我就思考的時候我發現 啊過了整點 救命啊 我太思考的太露迷了 偵探署 但是我真的 我不是很 很會 沒有很厲害 我沒有很厲害 我覺得底下的網友都很厲害 因為我每次看完之後 我都會很 很好奇底下的留言 就是 因為畢竟是懸案 那大家不知道最後結果是怎樣 奶奶放音樂好吵喔 我要放音樂蓋過他 我覺得他好煩 等我一下喔 我們來聽一個愛妙的歌好了 你們會不會覺得很吵 太大聲了吧 謝謝孝賢的布 哈囉 小千嗎 中央空調小千嗎 謝謝憨憨的剪刀 謝謝孝賢的布 謝謝巴巴的花開鎮當時 那是一隻老鼠嗎 哈囉 花生糖 晚安 奶奶沒跟著唱唱的話還OK 可是我覺得很 因為他用手機放出來音質很差 聽到耳朵很不舒服 哈囉文綺晚安 今天的髮夾可愛 欸 不愧是女生有注意到喔 而且你看跟衣服有呼應的顏色 這是紫紅色 謝謝阿基拉 謝謝孝賢的新之光 而且大家還記得這件衣服嗎 這是 好像是去年 還是前年 好像是前年耶 前年小迪他們去 鳴鼓屋參加總選的時候 然後 小迪買給我的紀念品 日本買回來的 這個是美少女戰士裡面的喵 對 已經前年了好快喔 已經穿到有一點舊了 很喜歡這個袖子 美少女穿美少女戰士的衣服很合理吧 夜蘭也要喝飲料 給你們喝都喝 石花凍很便宜耶 石花凍一杯好像 二十塊錢 好像二十塊錢很大一杯 而且石花凍又蠻 蠻 沒有熱量 有熱量但很低 基本上沒有什麼熱量 然後 又養顏美了 大家還記得嗎 很久以前我們在春的時候 好像一個春姑在講話有沒有 一天我們村 都自己去那個海裡面摸石花 摸那個草 然後拿去煮做成石花凍 超恐怖的 我跟你們講 以前在春的時候去海邊採那個石花 真的是我覺得最好笑的一集 看影片可能感受沒有那麼深刻 但在現場真的超級好笑 因為我們大家都很怕海裡面有那個海蟑螂 女生都蠻怕蟑螂的吧 謝謝玉超送我 花枝金翠謝謝太空阿爸爸 那時候的Mina蠻害羞的 那現在怎麼變這樣子 我覺得春的時候就慢慢被開發 只有我跟小迪喜歡吃的樣子 對啊 對啊 因為好像 其他人覺得那個石花凍的海味太重了 欸海的味道不是很好嗎 我們一般人都不會直接喝海水 喝海水會死掉欸 那麼鹹 石花凍的海的味道不好吧 為什麼要不喜歡 蝦剪羅里郎的 很多剪刀石頭布 哈嘍小結晚安 我覺得海味很棒阿 而且我們那時候還一直在糾結 石花凍 我那時候吃石花凍 然後就覺得石花凍味道很熟悉 好像我在澳門吃到的那個大菜糕 我記得以前讀書的時候阿 對讀大學的時候 然後學姐 我們的學姐在 考期末考期中考之前 然後就會做 自己做大菜糕 然後上面就寫 欸考試加油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好窩心喔 但是我那時候遇到的同學 在澳門的同學 沒有人不喜歡吃大菜糕欸 大菜糕就是石花凍阿 只是說法不一樣而已 因為那個我們之前 有特別去查過 發現是一樣 因為我那時候還想說 欸石花凍吃起來跟大菜糕很像 然後結果 查了之後發現 喔原來是一樣的東西 遇到我們之前沒有聽過大菜糕這個詞 在大菜糕上寫字 沒有就是會裝在小碗裡面 然後上面貼一個 便錢 便條紙這樣子 以為是兩個不一樣的食物 其實是一樣的 然後 只是石花凍又可以再做成飲料 就是可能 因為石花凍它單吃是沒有味道的 所以你要 你要吃的話就一定要再加 蜂蜜阿 果糖阿 或者是做成飲料 就是這樣比較有味道 寫點威嚕的告白氣球 哈囉 鹿爺 是鹿爺來了嗎 鹿爺晚安 我知道鹿爺 鹿爺是推 零結的 我知道鹿爺是推零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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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握手會的時候講錯了 蛤 哈囉 橙橙晚安 感覺以前春吃的很健康 蠻健康的 而且我們以前在春的 春的 午餐晚餐都是由阿姨 只是鄰居的阿姨幫我們做 都蠻健康 謝謝阿基拉 阿 醬文有嚇到 對不起我 我那一天 我握手會的時候 對 我有說過我對自己握手會那天 表現沒有很滿意 是因為我 明明 心裡想著 那個 可是我 嘴巴講成別的東西 我只錄錄這個講錯喔 還有 還有那個 那個誰 採點王 採點王來找我的時候 我就看到 採點王 我就啊 你是那個早餐 講成早餐王 然後我就想說 啊 我明明就知道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講 就講錯了 好幾次都口誤 我很抱歉 那我真的 我真的知道 可是我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天可能太熱 腦袋有點 不清楚 然後就一直講錯話 謝謝巴巴 還有謝謝蘿莉蘭 還有跑步很健康 我覺得這村跑步是真的超快樂的 只要沒有多多就很快樂 哈囉 希希晚安 我今天晚餐吃什麼 我今天晚餐吃50塊便當 因為我其實從昨天 就突然的 又想吃雞排 欸我說我想吃雞排講了多久啊 我想吃雞排講了多久啊 我還沒有去買 我還沒有去買 小瘋長要先去幫序比賽 好喔小瘋長 掰掰 忙完再回來就好 多多明明很可愛 等一下 我等一下再來講多多 還沒跟多多算帳 對 反正就是 我記得好像很久以前 我就說很想吃雞排 然後就沒有買嘛 然後就跑去便當店 因為想說 因為雞排一個就超過50塊了 就想說那買便當店的雞排就好了 當然便當店的雞排 當然比不上外面專賣店那麼好吃 但是就是覺得 欸便當店你看你買雞排 然後他還有三道菜可以自己選 所以 我忘記上一次說想吃雞排是什麼時候了 大概好幾個禮拜前 然後就走進便當店 欸 欸 我要買那個雞腿排 謝謝玉蘭的新吃貨 要露出這個髮飾 對就是買了 本來想要吃炸的 結果看到 我最喜歡的雞腿排是煎的 然後又買了雞腿排 然後 就想說好算了算了 然後就隔了 應該有隔了不知道多久 然後我昨天就突然覺得 好想吃雞排喔 然後就決定好 但雞排是很貴 所以我今天 就跑去買了五十塊便當 但是 但是他沒有 他沒有雞排 我買了炸雞腿 差不多的東西啊 謝謝晨晨的新吃貨 給你們結可愛的圖 被雞腿排支援 沒有我這次買炸的 因為我就是想吃炸的東西 我就是想要不健康一次 不過我的三樣配菜還是蠻健康的 我的三樣配菜都是青菜 都是青菜 就是點了炸的 然後我再吃苦瓜 地瓜葉 還有花椰菜 都是苦瓜降火 吃上火的東西在降火 這樣就是打造一個平衡 哈囉紅衣 我第一次知道紅衣姓黃 一來就可愛一點 因為有新吃貨 我要大家結好看的圖 不然大家的頭貼都怪怪的 逢假人晚安 賈魯特娃 謝謝茄子的新吃貨 謝謝茄子的新吃貨 哈囉羊傑 蜜娜會搞混的羊傑 聽蜜娜叫做默默點了 什麼 雞排嗎 你們宵夜要吃雞排嗎 我真的好想吃喔 可惡 可是每次想 就會覺得雞排很貴 然後又很不健康 就想說 還是不要買好了 可是我的原則 我做人的原則是 試不過三 所以呢 我今天已經是 不會從昨天 是我第二次想要吃雞排 所以我打算 如果我第三次再突然覺得 好想要吃雞排的時候 我真的會去買 對 第三次的時候 我會去買的 今天是難得的馬尾直播 有很難得嗎 因為最近天氣實在是太熱了 一定要綁起來 可是我現在頭髮太短了 你看後面都會掉須須 不過想說直播應該沒關係 看不到後面 想一想雞排的香味 CKU你不要 你不要誘惑我犯罪 雖然吃雞排 吃雞排對偶像來說是犯罪 因為實在是太罪惡了 而且我前幾天有在看 三元他們的影片 就是在西門町 然後就是走15分鐘 然後看會有幾家雞排店 然後我就看到他們吃好多幾家雞排 然後就覺得可惡好想吃 看了更想吃 欸還是因為看他們的影片 所以想吃 YouTuber真可怕 想要我吃素食雞排 素食雞排是什麼啊 我還真沒吃過欸 欸謝謝守華哥的幸運草 守華哥很少送我禮物欸 是因為看在我女友的份上 所以送的嗎 哈囉小米晚安 吃豆花或是其他冰品會罪惡嗎 豆花其實還好吧 豆花沒有很熱量高欸 豆花這個 它就是糖水比較甜而已 然後跟你加的料 不過因為我吃豆花 我都是比較偏向喜歡 天然的料 就是像綠豆啊 藝人 就是美白啊 養顏美容之類的 都 我覺得還好 就是至少對身體是有調節作用的 都不 我覺得都還好 吃冰的話會 吃冰的話我覺得適量吃吧 就夏天天氣熱啊 偶爾吃一隻冰棒 或是冰淇淋 霜淇淋 這還好 天氣熱還是要吃啊 好 謝謝薑谷的楓葉 我們什麼時候交完了 等一下我跟你們講 為什麼子萱她現在是我的女朋友 是 是子萱先 先主動的 但是這個其實是有一個小故事 這其實是有一個小故事 但這個小故事現在還不能告訴你們 就像... 就像... 我又要亂比喻了 但這樣比喻好像怪怪的 就人家不是說懷孕嗎 要... 好像剛懷孕不能講 好像要過三個月才能講 所以我跟子萱這個... 這個故事是... 它是有一個故事的 它是有一個蠻好... 蠻有趣的故事啦 是一個蠻有趣的故事 但是現在不能... 現在還不能講 之後再跟你們講 等一下 你們不要亂聽 你們不要亂聽什麼誰懷孕啦 你們以為是... 你們以為兩個女生牽手就會懷孕嗎 今天熱到沒胃口啦 欸... 吳尾狐去吃冰 去吃冰 去吃冰 蜜娜是渣男嗎 我哪有渣啊 我很專情好不好 姐夫氣到直接把名字改成靈靈了是不是 什麼秘密交往上的... 小千不要造謠 難怪故事不能這麼早公開 不是... 不是這樣子的 你們聽我解釋啊 哈囉... 龍馬晚安 好... 好... 至少要親嘴才會懷孕 什麼東西啊 我又不是雨林 我沒有隨便亂親別人 蜜娜是甘蔗 什麼... 為什麼我是甘蔗 越吃越甜嗎 你們好像吃過我一樣 已經吃冰了還是很熱 真的嗎 其實我覺得今天好像還好耶 我今天都沒有開冷氣 我覺得... 沒有到那種很悶熱不舒服的感覺 就綁個馬尾就差不多了 他...姐夫我講了才去改名字 現在是戀愛筆記本翻外篇 不是... 好啦...你們要當翻外篇也可以 可是那個故事還不能公開 之後再跟你們講 現在在亂說什麼 現在在亂說什麼 為什麼蜜娜講話都是亂說 甘蔗就是剛開始很甜 吃完只剩渣 欸...什麼意思 一直是說我是渣 我哪有渣 你們很壞 原來是偷嗆我 我還沒發現 下禮拜去問直軒 可惡啊 從我這裡得不到消息就這樣 沒有這真的是先不能講 好 嗆嗆屎 我哪有嗆 你們看敲我的頭都沒有水 嗆嗆的話不是敲會 嗆嗆嗆的聲音嗎 猴云要生下了好哦拜拜 哈喽张云梢晚安 先有下我的新知冠 爸爸忘了不要说什么啦 之后会告诉你们的啦 是很可爱的故事 有回音就要怕了什么回音 你说敲头有回音吗 雷如果敲我的头有响的声音 可能代表我是机器人 其实我是机器人 所以敲的时候会有钢铁的声音 像钢铁一样充满力量 还记得吗少女咖啡腔的歌 敲头有回声是里面有水吗 什么偷呛我 脑袋进水是不是 你看脑袋进水 你全家都进水 谢谢下我的花枝进水 我是阿拉雷 阿拉雷是谁啊 我是仓鼠钢弹 仓鼠钢钢钢钢 很厉害耶 谢谢坤坤的新纸瓜 不定从子萱回来后一直被录 但我真的觉得子萱从美国滑来之后就变得很 很open耶 我真的喜欢这么open的感觉 很好爽 以前感觉比较害羞一点 哈啰茶杯晚安 龙人 龙人晚安 敲的时候应该是中空的声音 什么 何景你要不要偷呛我 你们很坏 咦 米娜的脑袋究竟是中空的还是装水的 还是进水的呢 还是我现在敲敲卡 听得到声音吗 这是什么声音 听得到吗 感觉好像蛮扎实的 谢谢茄子的新纸瓜 感觉很扎实耶 应该是宝读诗书哦 感觉里面装了不少的那个文学素养 装了不少知识 其实是水泥 怎么水泥好像也不太好 脑袋装水泥的意思好像说 这个人处事而不知变通 在挑水果吧 挑水果要这样敲是不是 充满葵瓜籍 葵瓜籍喜欢葵瓜籍 果然是充满葵 是不是 你拿摇头的时候 有没有听到海的声音 为什么摇头会听到海的声音 这时候就要来一段 听海阔的声音 为何它 全被祈祷天明 一定不是我 至少我很冷静 我很冷静 你们听我说 我很冷静 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 是怎样的心情 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 奶奶附身 等一下我没有唱得很差吧 居然不止一句 到底在惊讶什么 诶话说我前面忘记歌词 冷静在哪 没有只是想到 想到我不知道从哪里看的 就好像看人家吵架吧 看人家在吵架 然后都 就 明明就最失控的那个 不是失控 失控 最失控的那个人 就会说 我很冷静 然后可能就不冷静 就觉得很好笑 超反差 以为刚刚遇到僵尸 谁 你说谁僵尸 你有看过那么可爱僵尸吗 诶我怎么捏脸的时候变白 你们看你这样变黑 诶 你的脸又变白 为什么 为什么好奇怪哦 哈喽东东晚安 哲慢哲慢晚安 最激动的都是第一个GG的 什么意思 什么失控 我没有失控 我很冷静 哲弹 哲弹 那请一直捏下去 大家很多人都怀疑我的脸是被捏大的 你知道吧 就像一个橡皮一样 捏久了会弹性疲乏 脸颊有按钮 按按钮按下去会怎样 你們會這樣玩嗎 你們會這樣子玩嗎 就是把自己的臉鼓氣啊 然後再按下去 然後就會有聲音 先一邊好了 你們會這樣子玩嗎 你們這聲音好不妙喔 這聲音很不妙 對 自帶音效 謝謝吐司吉 果然是小朋友 你們有沒有這樣玩過嗎 CK有玩過 不愧是米粉飯水偶像 口水聲 誰沒有口水 沒口水聲才奇怪 小時候才會 我現在還是小時候 永遠的小時候 你朋友喝水你會按然後噴出來 阿當好壞喔 阿當很壞耶 我來喝一下水啦 真是 沒水了啦 偷吞一下 嚇你們的 今天感覺吃了很純的 雞腿 雞腿好吃 要表演 表演什麼 表演吃雞腿 有沒有看到偶像大口啃雞腿 對 可是我吃完了 吞的聲音也太明言 可惡沒騙到你們嗎 謝謝羊熊的新之光 浮臉會變白 所以浮臉 吃雞腿有這種效果 會很high喔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現在的 現在的雞都會打那個 那叫什麼 生長激素 所以會特別high 謝謝志偉哥的石頭 請問交往過程 最喜歡對方的是什麼 我很喜歡子萱他 個性就是很 很 大 他是大辣辣嗎 我不知道怎麼講 我覺得蠻大辣辣的 就是他 他笑的時候 我覺得很可愛 他笑的時候會有一種 魔性笑聲 就是 你們會被感染到的那種笑聲 我不知道怎麼講 哈囉 懷懷晚安 生長激素很貴 不符合經濟效益不會打 可是不是聽說現在的雞 就是為了讓他們快點可以 就快點長大 所以都會打生長激素嗎 所以台灣的雞沒有打生長激素 可是放生雞才是 放生雞不是才是真正的沒有打的雞嗎 呃呃呃的笑聲也很感染 我的笑聲應該蠻正常的吧 很分放爽朗 對爽朗 真的中文很難耶 平總本來就配到能長很快 真的喔 不太清楚 我是不是要來回猜一下 我要來回猜一下 不然我等一下會會按到 按到手軟 而且我上我上次發現 他好像可以累積這個猜拳 因為我上次直播前 我忘記把我的全猜完 現在同居中嗎 沒有我還是跟奶奶一起住 我也不想啊 我也不想跟奶奶一起住 只是沒辦法 爸爸你的頭貼也太崩了吧 為什麼是半針眼的我 快給我換掉喔 點到手很痠 所以他為什麼沒有那個啊 他為什麼不能 不能一次猜完 這樣很累 對 養雞很 大家對養雞很熟 對啊 為什麼大家都養過雞是不是 為什麼我突然變白了 我剛剛有點到什麼對焦嗎 是對焦在哪裡變白了 有耶現在變白了 好奇妙喔 有人知道怎麼養倉鼠嗎 倉鼠很好養啊 倉鼠超好養啊 每天只要給我喝水跟回瓜子就可以 是不是很好養啊 只是這隻燙鼠有一點任性 有時候會突然很想吃雞排 希望我的主人可以買給我 沒有也沒關係 他會自己去買50塊便當 的雞腿來吃 是 倉鼠超好養 手滑哥又回來了 手滑哥不是很忙嗎 米粉好養嗎 米粉好像也很好養耶 米粉是不是都在吃吐司啊 欸我記得握手會的時候 握手會之後 可以講是誰嗎 而且我有點忘記是誰了 我怕我講錯了 我不要講誰好 為什麼會的時候 粉絲都 很多人擔心 米娜就是 欸你這麼瘦 到底有沒有在吃飯 不要再吃吐司了 然後我很關心的問了粉絲說 你們該不會也是每天吃吐司吧 我知道是誰了 想起來是誰了 可以講嗎 等當事者說可以講 我再講是誰 然後那個粉絲呢 就說 沒有啊我不是吃吐司 我都吃15塊錢的麵包 我想說15塊錢麵包 那跟吐司有什麼差別 這樣跟吐司有什麼兩樣 當事者 我知道當事者現在在 看你要不要承認 但是我覺得 對啊 所以我覺得 由此可證 米粉也是非常的好養 米粉也是非常的好養 15塊錢麵包 跟 一袋20塊錢吐司 又怎麼不一樣 我只是吃比較多天而已 茄子招是誰了 蝶子的那個 浩浩 浩浩舉手 浩浩你吃健康一點啦 你吃健康一點 這樣偶像會心疼 偶像帶頭吃吐司 粉絲 粉絲要吃健康 因為我是女生 我胃口比較小 我真正比較無所謂 然後你們看我今天晚餐也有吃 吃的很健康啊 吃的雞腿 然後還有便當的菜 就蠻健康的 可是男生的話 只吃一片土是不會飽啊 睡晚一點就可以少吃一餐了 蘿莉郎的省錢 省錢方式嗎 其實我現在有時候也會這樣子 而且現在甚至9點半起床也 也會想說 那我就早一點吃午餐 11點吃早午餐這樣子 然後呢 吃東西的時候配影片的話 就可以吃的更慢一點 因為你很專注吃的話就會吃很快 雖然我知道就是邊吃東西邊看影片不太好 就像小時候爸爸媽媽說 吃飯的時候不要看電視 因為常常小時候看電視就會這樣 就忘記要吃飯 然後就吃很久 但是現在就覺得吃很久比較好啊 你看我從11點吃到可能1點 我吃了兩個小時 那我就真的早餐午餐就包辦了 然後又感覺自己吃的比較多 而且就是我以前特別喜歡就是 吃飯的時候配大胃王的影片 然後就會覺得哇我好像還吃的很多很滿足 都去細管裝水 你說那種飲水機的水嗎 6公升也太多了吧 很重欸 要怎麼搬回去 配美食節目會比較好吃 對啊 所以我有時候看三元頻道 常常會辦那種 怎麼2000元 花光2000元之前不能回家這種企劃 或是大胃王的影片 然後配吃飯就會覺得很滿足 然後然而我到今天還是沒有買雞排 那懸暗的話 偶爾吃飯會配 但是我覺得 就是很難專注 我喜歡很專注的看 就是比如說老高的影片 或是懸暗的影片 謝謝Akia的新資冠 真的我看那些影片我要很專注 然後再倒回去再思考 所以究竟意思是什麼 之類的 就是會思考 謝謝Kent的石頭 然後 吃很久會比較飽 對真的 真的是這樣子 就像有時候我們去餐廳吃飯嘛 那有時候他一道菜可能隔太久沒來 然後我們就說 啊算了不要了不要了 因為隔太久你都已經覺得飽了 吃飯不是應該要配醫療劇開刀場景 夏爾是這樣的人嗎 夏爾好變態喔 但我自己個人真的沒有很喜歡那種 之前我講過吧 我沒有很喜歡像白色巨塔 那種就是以 醫院為主題的那種 那種 偶像劇 就是我看到他 即使他 他 因為尺度的關係 他也不會拍到真的開刀或是什麼 太多血 但是我就覺得很恐怖 我覺得很可怕 因為我真的很怕血 吃飯前包包隨便看 就電視嘛 隨便轉看到哪一台就看什麼 蛤 啊你吃飯 可能男生比較勇敢吧 我比較 我比較膽小鼠 我很容易受驚嚇 我很容易受驚嚇的 吃飯的時候我就想 就是配輕鬆的廢片 很暗眼的影片也很廢啊 就是輕鬆看嘛 Mina有沒有看過三年A版 有啊我超喜歡的 謝謝志偉哥的剪刀 換一下歌 打文字怎麼辦 什麼打文字 最近他也是通靈之展 沒有看過耶 吃飯都配電視新聞 也很好啊 這樣才能了解時事 其實我以前也很喜歡看 電視新聞 就是 6點7點 播的電視新聞 就覺得 因為現在電視新聞也是很好看 很好笑 有時候會有些很有趣的新聞 但是現在是因為我們家沒有電視了之後 所以我就 就嫌麻煩嘛 所以都用手機找影片看 吃飯都配湯 欸可是聽說吃飯配湯 會對消化比較不好耶 最好的吃飯順序 就是先喝糖暖胃 然後再吃飯 三年A版看完 直接被那個男主角 帥的一臉啊 超帥 尖田江輝 然後發現她的歌也都超好聽 好 晚安 喜歡看的書是字典 喜歡看的電視是新聞 Mina果然是個很無聊的人 我真是個很無趣的人 新聞台鄉YouTube有直播 對 但是 但怎麼講 就覺得 沒有必要特地找來看 因為 即便你沒有跟到 剛播出的新聞 那之後也會有 真的每一個新聞 就是可能剪成 一兩分鐘的那種新聞 那你可以選擇 你想看的就看嘛 這樣比較方便 也省時間 又不需要看廣告 難道男神要換人了嗎 我現在心目中男神還是 還是三下至九 沒有變 三下至九 跟心緣解雲 這兩個 這是我的 心目中永遠的男神女神 雖然也有其他喜歡的藝人 但是就是 怎麼講 他們真的是太 太 用經典這個字 對嗎 很經典 經典的男神女神 哈囉 愛上 紅斑娃 小千 台中山一下至九 到底是誰這麼欺騙你 Gaki真的很可愛 太可愛了 而且到現在幾乎沒有什麼變 可惜空中急診英雄還是沒勇氣去看 對啊 我真的 不太敢看那種醫療題材的 還是會怕怕 每次看到他拿出那個刀出來 就覺得快昏倒了 不行 我怎麼笑容而喜歡在吃飯的時候 看那種有屍體有血的影片 笑容好可怕喔 我起雞皮疙瘩 你們看得到嗎 好像看不到 但是我現在整隻手都是雞皮疙瘩 我覺得好恐怖喔 不要這樣 看得到嗎 我真的我的毛是站起來的 很好看有幾集很好哭 可是我就是對這種題材真的很沒辦法 因為可以吃得很慢 你說看得太緊張都沒有辦法吃飯是嗎 愛能延續到天長地久 也是醫療題材的是嗎 但是我最近真的比較少看日劇 比較沒有那麼多時間 所以都頂多看那種 就是短片啊 就是可能講一個懸案 大概花十幾二十分鐘這樣短短的 只看到一顆紙 欸對桌桌木 害羞 就算打麻咪拿還是會靠想像力補足 所以不能看醫療劇 對啊有時候想像力太豐富也是很困擾 會自行腦補 呵呵呵 聖文吃飯的時候都配比賽的影片 邊看邊吐為什麼啊 溜溜球的比賽感覺 好像都是那種很緊張刺激的音樂是不是 然後看得很緊張 所以會想吐是這樣嗎 我是大哥在看完了嗎 很早就看完了 我好像花一個禮拜左右就看完了 很好看耶 而且我覺得賀來賢人真的是 他的演技很 很誇張很好笑 然後我也很喜歡裡面的男二 佐...佐藤 我只知道他叫佐藤 我打算去看他演的其他劇耶 我覺得他蠻可愛蠻有個性的一個人 對 Lucky累積是不是也有排名 什麼Lucky累積 那我覺得他這樣有點不方便 就是我回猜的時候 我就看不到你們的留言了 對面爆紅的家族 太多了 我太多日劇 我要被日劇追殺了 髮型也喜歡嗎 對我超喜歡 那個我是大哥大裡面那個佐藤 他的那個頭 很誇張高的那個頭 佐藤潤厚 他的那個頭超級可愛的 那個頭 不是隨便人可以加油 其實他會不會覺得Mina很奇怪 怎麼Mina喜歡那種 吹得很高的 那叫什麼飛機頭嗎 他那個叫什麼頭 不知道怎麼講 飛機頭感覺是 飛機頭是以前那個動漫裡面 會有那個飛機頭 那叫飛機頭嗎 很高的那種也叫飛機頭 好吧我們就叫他飛機頭吧 Mina覺得飛機頭非常可愛 還有那種爆炸頭 也覺得很可愛 怎麼感覺Mina的喜好怪怪 我的品味怪怪的 下次握手會米粉都吹那個頭 欸那個頭感覺要用超多髮膠的耶 因為他可以這樣豎起來 真的用掉多少髮膠啊 不良的頭 我覺得很好看 飛機頭要看浮世蒼菜 浮世蒼菜也是一個小鮮肉 動漫很多飛機頭 因為動漫不需要髮膠啊 畫一畫就可以了 現實的話太耗成本又耗時間 羅列狼有飛不起頭 飛不起頭是怎樣 直接墜落 那我這裡叫飛不起頭 明明叫馬尾有沒有 硬要說叫飛不起頭 人家豎起來就是飛機頭 掉下來叫飛不起頭 最新 2020最流行的髮型 飛不起頭 暴走族那種 我在想那種頭要怎麼戴安全帽 戴上去然後拿下頭會彈回去嗎 看來下次米娜烈的髮型 已經決定好了是不是 我們米粉們跟我一樣 都是深思熟慮的人 你們看我們現在的那個 握手會才剛結束 然後我們已經想好 下次握手會米粉們要用的髮型了 然後還有我的生日會 這禮拜才是生日會 然後我已經決定好 我明年生日梯 明年生日梯要設計什麼圖案 大家都是深思熟慮想的很遠的人 不愧是飯水偶像 暴走族不戴安全帽 所以沒有戴安全帽的問題 原來是這樣 都掛後面 其實怎麼掛後面安全帽 你說安全帽扣在脖子 然後背在後面嗎 可是這樣子騎的時候風很大 不是會雷死嗎 什麼意思 看排隊的人就知道Mina在哪一列 超顯眼的有沒有 米粉們都不怕被指指點點 米粉們跟我一樣臉皮很厚耶 你們看我臉皮這麼厚 生日會要弄飛機頭了 太突然了吧 太突然了啦 你們先研究一下飛機頭 飛機頭很難自己弄吧 那個要 真的要 研究一番 扣在脖子那隻會勒死耶 那個風 起很快 暴走族不是都起很快嗎 就這樣脖子會有勒痕耶 Daisy組的狼人殺 那個狼人殺已經錄好久了 那時候我的頭髮還 超短的 米娜的頭髮長度會暴露 錄影的時間線 爸爸莫純會都敢穿釀 爸爸穿釀又沒有什麼 爸爸是女孩子 穿有耳朵的衣服很正常啊 可惜蘿莉郎有看到嗎 很可愛喔 麥獎超可愛的 各位飛機頭請顧好自己的髮技 是不是說太長 太長 就是往後梳 梳久了那個髮技線 就真的會越來越後退 其實我也覺得我髮技線有點後退 我額頭很高 但我懷疑是因為我小時候爸爸 他就很喜歡 爸爸每次幫我吹頭髮 欸爸爸你什麼時候要換頭帖啊 小時候爸爸幫我吹頭髮的時候 他就很喜歡那種由頭式梳髮 然後就把我的頭髮往後梳 所以我嚴重懷疑是我髮技線後退 從小的這樣子被爸爸梳的 所以才感覺我的額頭很高 然後爸爸 爸爸可能其實 原本額頭也不高有沒有 然後就是自己每天這樣子梳 然後變得比較高 然後就說 就騙我說欸有沒有 額頭高的人我比較聰明 覺得爸爸是想稱讚自己 好 狼哥跟爸爸分享十元照片 欸我有看到那個啦啦隊服 那個啦啦隊服 我覺得看起來跟 跟少女咖啡艙裡面的啦啦隊服好像喔 黃色那一套 是嗎是一樣的嗎 我覺得超像耶 哈囉大福哥晚安 看頭是梳油頭的嗎 但髮技線 我覺得 我不太知道 因為我不會去梳油頭 但是 我有看過 就是那種 教美髮的人 他有說 就是 頭髮不要一直分同一邊 其實像我就是 習慣分左邊 然後我就有發現 我右邊的頭髮比較少 所以我現在就是 像我今天直播的話 我就會 就可能不分別 做一個 有點空氣瀏海的感覺 但是平常表演的時候 我都一定分左邊 因為會比較習慣 比較習慣 如果分右邊 我會不知道怎麼剝頭髮 主要原因好像是因為我 我是右撇子嘛 那我寫字的時候 就可以用左手去剝我的瀏海 所以我就一直習慣 瀏海在左邊 然後如果在右邊的話 我就會很卡 因為 右手寫字 你要剝這邊的頭髮 不順啊 所以我都覺得 女生 不只是女生 我就覺得 右撇子可以 瀏海分右邊的人很厲害 因為這樣子 上課的時候很不方便耶 小千會不會有髮際線的危機 我覺得 這也不太一定吧 我覺得應該是看 我也不太清楚耶 我也不太清楚耶 不要太用力嗎 綁的時候不要太用力 或者是吹頭的時候 不要一直吹 你的髮際線 小千去排隊或什麼 後面離你1.5公尺 這不是安全社交距離嗎 蘿莉郎跟爸爸分享前妻 爸爸很尷尬 蘿莉郎 這就是你的不對耶 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 要喚起人家的 舊的記憶 可是我不相信 巴巴沒有追蹤 拉拉隊服不都長一樣 有嗎 拉拉隊服有很多種顏色啊 誰說拉拉隊服一定是黃色的 現在執法跟假髮技術成熟 可是執法也很貴耶 是因為小千這8加9後面會怕 會嗎 可是小千如果大家覺得 大家會怕小千嗎 我是覺得不會 可是如果真的有人怕小千的話 我要告訴你們 不是我要告訴小千的是 人家離你1.5公尺 絕對不是因為覺得你看起來很可怕 一定是因為覺得 欸這一看是個8加9就是 就是 不想要 不想要跟8加9沾上麻煩 懂嗎 不要用這個說法 什麼說法 有些人會怕巴巴 誰會怕巴巴 巴巴上耳朵莊有人會怕 我想想 怕貓的是誰 老鼠喔 老鼠怕巴巴 我不怕巴巴 其實小千是好人 米粉又沒有壞人 米粉都是好人 世界上沒有壞人 大家都是好人 欸我把我的猜拳都猜完了 我看一下喔 我猜了 129次 贏了49次 這樣勝率是多少 129次 就是意思是猜 我數學不好救命啊 要怎麼算 要怎麼算 但是除不盡嘛 129次 完蛋了不會算 129次 那算130會不會比較好算 那這樣代表我的勝率有提升的意思 0.37 欸有啦 勝率有提升的感覺 好像不錯 我 看看都沒有贏過我 真的 我太強了 雖然是隨機的 所以這個猜拳最後是比 是比勝率嗎 因為勝率這真的是蠻看 蠻看運氣的耶 謝謝阿基亞的石頭 8.38現在才換頭貼 臭爸爸 粉絲沒有贏過才是好事 也是這樣我的勝率才可以提升 可惡都沒有差贏 只看勝常數 哦原來是這樣 看誰都粉絲最廢 欸 我覺得我很久沒有發紅包了 欸 等一下等一下 按錯 按成抽獎 我要謝謝大家送我 送我很多猜拳 所以想發紅包給大家 欸 紅包要2888才能發最大的 那我還不夠耶 那我只能發500的給你們喔 準備好了嗎 有搶到嗎 開心 謝謝漢漢的布 謝謝漢漢的布 我來猜看看這次漢漢會不會 會不會贏我呢 還是我有我的不敗紀錄 我又贏漢漢 我輸了 我輸他那一次 我輸他那一次 耶 有我的勝率越來越高的感覺喔 我連勝三場 下了三場我都勝 欸是下了嗎 還是我講錯了 猜完之後 不知道要贏誰 可惡 輸了 耶 又贏了 我覺得我按猜拳 按到要長肌肉了 因為直播的時候啊 手機在上面是不是這樣子按 欸我 我要對焦到哪裡 我又變黑了 等一下喔 到底是對焦哪裡 衣服嗎 還是臉 欸我不知道對焦哪裡耶 我不知道對焦哪裡 為什麼變黑了耶 為什麼變黑 謝謝中和喵喵的許願品 對焦哪裡 對焦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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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薯肉都跑出來了 哎呦被你們看到我的嘴邊肉 不是一直都露在外面嗎 是因為衣服 怎麼我本來就有肌肉好不好 它不是衣服的關係 我是健康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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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健康 然後當的頭貼是誰啊 很久以前就想問了 衣服會盤緊 可是剛剛有 我剛剛有一度變白耶 我剛剛有 我剛剛有一度變白 好像 沒有耶 現在真的 不知道為什麼 巴巴只有肚子的肉 我知道了啦 我已經知道了 我很想要吃壽司 你不要再講你肚子的肉了 這樣子我會受不了 是我的主人 認不出來耶 認不出來耶 那張不像耶 再捏臉一下試試看 好像沒有用了 為什麼呢 小千 小千 小千根本來就沒有肉 什麼都在扎實的時候肉 小千都是骨頭 蘿莉亞要跟七七說 不是那張照片真的不像七七啊 絕對不是我的問題 我在努力對焦中 我知道了 好像是調到對比 又出新轉蛋 對啊 我就是衝著新出著轉蛋 想要去吃壽司的 機會吃壽司跟雞排 不過現在的壽司店也都會有炸雞 現在壽司店什麼都有賣 而且每次去壽司店都很期待吃他的甜點 我根本是去轉蛋的 可是我轉兩次如果轉不到我就會放棄 最多三次啦 來 因為再多也吃不下了啦 吃布丁 布丁好吃 哈囉 落日以下晚安 跟炸雞皮還是雞排好吃 我覺得真是 過一段時間會想 突然想吃某一樣東西 就像雞排的話 就是 我真的喜歡不切的雞排 就是想要一整塊雞排這樣捧在手裡 然後啃的感覺 太幸福了 我真的喜歡一個大大的東西 捧在手裡這樣吃 很滿足欸 或是肉包子之類的 就是要一大個這樣捧在手裡吃 覺得特別好吃 你們去幫我吃壽司 然後給我轉 然後我要付錢是不是 這扭蛋也太貴了吧 我吃不到 然後 然後還要 還要付錢 雞排 雞排不可以切 切了的話那個汁就會流出來 就不好吃 不要切 披薩 披薩 沒有辦法不切啦 披薩整個吃會燙死啊 我轉蛋你們吃 好像也可以喔 雞排要切的都是斜角 吃雞排要切的人站出來 雖然我是不切的 可是我叫要切的人站出來 什麼意思 披薩整塊拿有點太豪邁 對啊 而且重點是料會掉光吧 披薩的料會掉光吧 謝謝HANA的告白氣球 哈囉 傑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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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羅莎 到底怎麼念 榴槤也要切 榴槤不用切 榴槤不用切 好想吃榴槤喔 可是太貴了 我打算拿到那個 振興券之後 要去買榴槤一顆來吃 好想吃榴槤 榴槤超好吃的 榴槤沒有人在切了啦 榴槤就是用那個 用 那種 起子嗎 螺絲 不是螺絲起 十字起子 或一字起 把他跳開 榴槤在小千跟巴巴膝蓋上 還沒有拿起來是不是 哈囉小翼晚安 小明吃鳳梨都不切的 吃鳳梨不切怎麼吃 你說連皮一起吃嗎 一字起子 對啊 有十字起子 那一字的不叫一字起子嗎 不然叫什麼 振興券買榴槤都沒想到 厲害吧 大家榴槤買起來 因為平常真的太捨不得買了啦 好想吃榴槤 榴槤冷藏更好吃 真的 榴槤冰起來很好吃耶 像冰淇淋一樣 已經想好振興券用法 先去買一顆榴槤再說 用頭敲開才好吃 那是你們吧 你們這些抖M 是覺得 用頭敲開那個榴槤會有血的味道吧 你們這些吸血鬼 西瓜也不切 所以到底怎麼吃 所以到底怎麼吃 直接摔在地上 摔在地上吃嗎 這樣不用切 3000可以買7顆 榴槤有那麼便宜嗎 榴槤一顆400多塊就買得到嗎 我以為更貴 澳門鳳梨多還是菠蘿多 等一下 菠蘿跟鳳梨不是一樣的東西嗎 買完榴槤買雞排 這個味道有點太重 都是那種不能帶進電影院的食物 口味也太重了 菱蘿今天瀏海怎麼這麼不定向 這是空氣瀏海 男生是不是不懂什麼是空氣瀏海 哈囉小胖晚安 陽翔那邊360到480都有 那麼便宜喔 我以為會更貴 我以為可能要700塊 小胖要拿去做刺青 小胖的刺青還不夠多嗎 你們這些 不是你們 我不敢再得罪人了 實際上是你們自己說的不是我說的 不要到時候又怪妮娜 我不說 寶寶幸運苦的寶寶不說 我就是不說 大亂發一顆600 真的喔 600好像還好耶 因為前幾天我跟奶奶去賣場 看到榴槤 就是已經包在那種保鮮盒裡面的 總共只有兩塊 就要200多塊 也就是 一小塊榴槤只要100 超貴的耶 可是買一顆600的話 裡面不只6塊啊 所以好像買一顆還滿划算的耶 你們被diss習慣了 是嗎 不要 我以後都不嗆你們 這瀏海破壞了你對空氣瀏海的印象 不然你覺得空氣瀏海應該怎麼樣 再少一點嗎 一顆榴槤 一顆榴槤至少有8塊吧 那一定會超過6塊啊 下是火車 什麼意思 下是火車什麼意思 唱不懂 男生朋友要送禮物給女生 都問爸爸 因為爸爸畢竟是女孩子嘛 一顆榴槤就有3到5塊 有那麼少嗎 可是我記得以前我們家買榴槤 一家四口 都吃很多了 然後還吃不完還可以冰冰箱耶 就是他的一大塊可以再分兩塊了 就很多的感覺 欠嗆 和錦喵喵喵還沒有被嗆過 和錦喵喵想被嗆 可是和錦喵喵很可愛耶 看到和錦喵喵想摸摸頭 貓咪最可愛了 喔可是還有一句綜合喵喵 就沒有很想摸他 女生要買東西給男生被問 女生要買東西給男生被問 Kate也是小男生 居然不是爸爸 爸爸什麼時候變小貓咪了 你以為你穿貓咪妝就是貓咪了嗎 你這隻披著貓咪外表的藏鼠 謝謝孝賢們告白氣球 爸爸穿貓貓妝怎麼沒有這個待遇 因為你本質不是貓咪 就像Mina就算戴上了藏頸物或是青蛙耳朵 你們還是說我是藏鼠 因為我的本質是老鼠沒有改變 綜合喵喵不在 那應該去讓了吧 我看到綜合喵喵就想拔他的頭 可愛可愛 同喵不同喵 真的 就是 怎麼要比喻的話 就是 流浪貓跟家裡養的貓的不同 你們看那種 養在家裡的波斯貓之類的 過得多好 過得比人還好 天天主人都是給貓咪吃最好的 高級罐頭 跟主人都還沒有 沒吃那麼好的 就是 很舒服 然後這隻貓每天就是在家飯欄 然後主人就會摸摸牠 好可愛這樣子 那種流浪貓就很可憐 你要去翻垃圾桶的食物 然後有時候翻亂了 還會被人家出來 這個野貓 被追著跑 流浪貓跟家裡養的貓 真的是 同喵不同命 差別待遇很多 雙鏢真的是 小千像貓咪嗎 小千怎麼會像貓咪 小千像什麼 小千像馬吧 因為都綁馬尾 那我有像馬嗎 不行 但是因為我本質是藏族 就算我綁馬尾還是老鼠 巴巴穿貓貓一受到兩個人的寵愛 哪兩個人 羊兄想被巴 巴...巴蕊 我是倉鼠馬 我是小芝馬 小芝馬雖然腿短短的 不過跑起來很快的 賽馬就要賭我這種 會贏錢啊 現在台灣有人在賽馬嗎 我都是看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 應該有吧 那都是以前看烏龍派出所啊 那兩金刊集不是很喜歡賽馬嗎 一天到晚都去讀嘛 然後都輸錢 輸到藤口這樣 真好被拔 蘿力郎也想被拔嘛 好啦 拔你一下 輕輕的拔 因為會捨不得 台灣沒有賽馬會違法 真的喔 綜合喵喵怎麼在 綜合喵什麼時候送我 送我剪刀石頭布 我還講他壞話 台灣沒有場地可以賽馬 真的嗎 可是主要是因為那個吧 違法 Mina有買過澳門的馬票 沒有耶 澳門也有賽馬嗎 我自己是沒看過 文文家的小豬晚安 台灣只有體驗騎馬 我也沒有騎馬過耶 覺得好可怕喔 感覺馬很容易失控 哈囉 澄安晚安 搭搭晚安 賽馬是台灣禁止 什麼東西一直被馬塞克 我看不懂是什麼 前陣子高雄要影機賽馬 後來不了了之 因為台灣還是不希望台灣 變成一個賭博弈為主的 的國家吧 賽馬是什麼 賽馬是什麼啊 應該是不是講到賭 所以被馬掉了 不知道是什麼 好可怕喔 之前智琳姐姐就被馬踩上 我很像有看過報道 好可怕喔 馬有時候很失控 但是有賽哥 賽哥 賽哥就不算賭博嗎 賭博 直接打注音了 我女友來了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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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萱萱 萱萱晚安 Elle 萱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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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嚕嚕咪的玫瑰 沒有我跟粉絲說 我跟子萱的這個故事是 是有一個故事的 但這個故事現在還不能公開 就這個故事現在還不能講 要等之後 之後你們才知道 要先賣個關子 變萱萱了 哈哈哈 要戴上墨鏡了 等一下我我不是那種 我不是那種 會在外面放閃的人請大家放心 我比較含蓄一點 萱萱也很含蓄 我們都是比較害羞的 不會隨便閃給你們看 他是萱兒 為什麼你們要叫萱萱萱兒啊 我在講什麼 為什麼你們要叫萱萱萱兒 好像我口氣一樣 我在家裡又不是外面 你們那麼多人在看害羞 有 守華哥 守華哥可能去找子萱了 然後不知道子萱過來了 我剛剛不是說萱萱很外放嗎 不是不是怎麼講 外放 個性很爽朗啦 我中文不好用措詞了 原來Mina是男神 大家不要以為Mina是弱女子 其實Mina是帥帥的 Mina很可靠的 哈囉 真摺晚安 萱兒 萱兒上次直播說她是萱兒 所以你們現在都叫子萱萱兒嗎 沒事萱萱是只有我叫的 謝謝羊熊的新之冠 萱萱跟呆萱百年好了 欸對 我覺得名字有萱的都長得很漂亮 只有拿BASS的時候會變帥 所以其實子萱他不知道他交往的 他的男友其實是美眼 欸美眼聽起來很像男生的名字欸 其實子萱的男友是美眼 跟Mina是不同人有沒有 不同人格 然後呢 我的人格之間是互不聯繫的 謝謝家豪的新之冠 Mina是女孩子 Mina是男孩子 只有兩個人格 Mina只有拿BASS的時候帥 因為有BASS很可靠啊 可靠不是美眼 是BASS有沒有 有壞人要欺負我們家萱萱的時候 就拿BASS出來威嚇 但是也不敢拿BASS打別人 不可以不可以 BASS是漸漸美是很珍貴的 謝謝萱萱的KISS Juju 啊好害羞喔 原來的 等一下 羊熊打The Puzzles 打成打The Pizzles 我咬到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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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喔 因為他好像 你The Pizzles 我剛剛看The Pizzles 很像The Pizzas 我想說 你幹嘛亂改 你在團名啊 我會叫The Puzzles 你要改成The Pizzas 哈哈哈 嗨 笑到咬到折頭好痛 都打折頭了 子萱才可愛 萱萱我們家萱萱最可愛 開心 小紅晚安多想吃宵夜 什麼宵夜 披薩嗎 The Pizzas 笑 先遠自偉哥 心朱怪 羊熊今天晚餐吃拉麵 又吃Pizza 也吃太好了吧 打太多吃Pizza了 手機自動選字是不是 羊熊和Mina咬到尻頭 直接變成Piha 我是Piha 晚安 小P晚安 原來團名叫披薩 不要亂改我們團名好不好 真是的 畢生克新產品拉麵披薩 真的假的 怎麼現在披薩店都出那麼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之前出臭豆腐披薩 榴槤披薩 而且還有拉麵披薩 太酷了吧 拉麵披薩 好吃嗎 好想試試看喔 巴巴腸胃炎 很久了嗎 太酷了吧 怕說臭豆腐披薩一直想吃 結果都沒吃 因為披薩真的是要很多人一起吃才 就是分著吃比較好 拉麵披薩有上市耶 好酷喔 算是台灣獨有的 一個要459 洋熊有錢人喔 不吃土了 一餐吃459塊錢 會像剛剛還在吃臭豆腐 欸我以前我好久沒吃臭豆腐了 下次想買來吃 喔對還有珍珠奶茶披薩 喔對還有珍珠奶茶披薩 我好像有吃 欸我有吃過珍珠奶茶披薩嗎 沒有我只有吃過榴槤披薩 醫生可能喜歡挑戰義大利人的鼻線 對義大利人如果來到台灣 就看到台灣的 台灣的義式餐廳 都賣奇怪口味的披薩 他們應該會嚇到 為什麼會那陣子腸胃耶 現在才去看醫生 蛤 是退拖很久才去看喔 爸爸好好照顧身體喔 邪魔歪道披薩 可是我就是會想嘗試耶 話說我前幾天 買了珍珠奶茶披薩 珍珠奶茶的 不是披薩 珍珠奶茶的冰棒 黑糖珍珠奶茶的冰棒 但是有點 本來是滿心期待 雖然它有沒有不好吃 但是我吃了之後有點失望 就它的珍珠是方形的 根本就是粉粿啊 根本就是粉粿 它的口感完全就是 是粉粿嗎 你們好像說要唸台語 粉粿 很難發 這個音 喉嚨會很乾 老虎糖的那個不是耶 不是老虎糖 老虎糖可能比較好吃 我忘記是哪一家 牙叉 你幹嘛講出來 等一下廠商不找我了 牙叉啦 你幹嘛講出來啊 被奶奶賣 牙叉啦 是沒有不好吃 可是它的珍珠居然是方形 就吃起來就是昏粿 昏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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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起來就是昏粿 有點小失望 就不是珍珠的感覺 蛤 奶奶台語好嗎 哪有 她台語比我爛吧 如果是珍珠會跟石頭一樣硬 可是 可能就跟我想的不一樣 這樣反而會想要吃吃看 方形珍珠什麼樣子嗎 是鮮活怪的 但是我看到最近出珍珠奶茶冰棒的 有很多家 所以 我覺得 我下次想再試試看別家的 然後再跟你們講哪一家好吃 再推薦給大家 喜歡珍珠奶茶的冰棒 喜歡珍珠奶茶的冰棒 冰棒 你吃掉了 奶奶不是在南部讀書的 是啊 對啊 珍珠加在鹹石裡都是鹹 我知道 珍珠加在鹹石裡 珍珠會加在什麼鹹石裡啊 披薩 可是 披薩本來就沒有規定是鹹的啊 誰做披薩不能做甜的 有加點珠 珍珠奶茶 咖哩 像 不是啊 披薩本來也有做棉花糖口味 就沒有人規定 披薩只能做鹹的 方形珍珠要怎麼用吸管吸嗎 沒有 它那個 它是冰棒 它是冰棒 不用吸 這人有吃過珍奶鍋 但我覺得珍奶鍋應該還好 就是像牛奶鍋一樣的概念 應該不會很怪 我剛才好像舌頭好痛 應該很快就好了吧 不知道握手會的時候 每次看Mina講話 都大折什麼 珍珠蛋塔聽起來就很好吃 加在咖哩裡面我不能接受耶 感覺就很怪 咖哩本來就沒有人吃甜的吧 但是像什麼 像披薩 或者是 餃子我覺得都還可以接受耶 因為那些食物本來就只剩餅皮 又沒有人規定它只能做鹹的 火氣可能太大了 你說咬到舌頭嗎 火氣大的話 有可能因為吃炸的嗎 有時候火氣大會容易 嘴巴發炎 然後就很容易 咬到我的嘴邊肉 冰棒有在做鹹的嗎 好像最近有看到 有出一個鹹蛋黃的蛋蛋冰 它就是做鹹的 可是那個蠻貴的 所以我還沒有試過 但我蠻好奇的 但是我覺得應該不會難吃 因為像冰的話 它本身也是沒有規定說 只能做甜的 所以我覺得做 就算做鹹的 應該也是合情合理 就像洋芋片啊 洋芋片只是大家 普遍習慣吃鹽味的 但是如果洋芋片一開始做成的時候 就是做甜的 也許大家就習慣吃甜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像洋芋片 薯條 不是薯條 馬鈴薯這種東西 它原本就 不是特別有什麼味道的食物 它需要搭配其他的調味 一起吃的話 我就覺得 那就沒有規定它的鹹跟甜 所以我覺得洋芋片甜的 我就可以接受 謝謝家豪的Kiss Juju 吃過鹹水棒冰 鹽水棒冰 就是有加一點鹽的冰棒嗎 對我覺得這只是習慣的問題 但是我的話我自己是蠻喜歡 嘗試各種古靈精怪的東西 所以我就是會蠻想嘗試 對 那咖哩加珍珠奶茶有點 微妙 有加好的Kiss Juju 哈囉 挺中晚安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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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點糖 但是不能太多 糖就是幫助加分的 就比如說什麼 糖醋排骨之類的吧 那種就是 一定要有甜鹹酸這樣子 Mina有吃過 核桃蛋黃口味冰棒嗎 沒有耶 但那種好像蠻貴的 有點特別的口味 覺得味蕾受到衝擊 我是蠻想嘗試看看的 洋芋片出奶茶汽水不是說很雷 我覺得還好啊 然後還有那個葡萄氣泡了 口味我也覺得蠻好吃的 三星蔥冰麥我有吃過啊 我去年跟爸爸媽媽一起去宜蘭的綠色博覽會的時候 然後我們有買三星蔥的冰淇淋 它不是冰麥 三星蔥冰淇淋 因為我們好奇就買買看 我覺得很好吃耶 我覺得很好吃耶 謝謝田中的玫瑰 那個不貴好像一個五六十塊吧 我覺得好吃耶 很特別 那也是鹹的 有點不知道怎麼形容 鹹甜之間嗎 鹹甜鹹甜的感覺 對 蔥的味道蠻重的 但我很喜歡吃蔥 我每次去吃那個烏龍麵 然後我都會 就自助夾蔥 然後都會加一大堆蔥 蔥超好吃的 很香啊 身為宜蘭人不能接手 三星蔥的冰淇淋嗎 我覺得很好吃啊 很香啊 不知不覺就十點半了 我來念一下今天的排名吧 今天的第十三名是 珍珍 謝謝珍珍 十二名是 翰翰 謝謝翰翰 十一名是 Kent 謝謝Kent 第十名是 綜合喵喵 為什麼綜合喵喵 第十名可是我都沒看到她 第九名是 土司吉 謝謝土司吉 第八名是 阿咪 謝謝阿咪 第七名是 夏娥 謝謝夏娥 第六名是 翔翔 謝謝翔翔 第五名是 樸人 謝謝溫如 第四名是 孝賢 謝謝孝賢 前三名 第三名是 Akira 謝謝Akira Akira的頭貼 這隻是 這隻該不會是 我以為是全家新出的那個 蘋果的口味的冰淇淋 因為看起來很像紅色的冰淇淋關頭 好想吃吃看 仙人掌的我也還沒去吃 要趕快去吃 不然他就要換新的了是不是 因為我們家附近的全家他沒有賣 他沒有賣冰淇淋 沒有賣那種雙琴 要看店不一樣 可能我們家比較偏遠 就沒有賣 吃的人太少了 第二名是 巴巴 謝謝巴巴 巴巴怎麼結了我一個很尷尬的表情 第一名是 蘿莉郎 謝謝蘿莉郎 耶 周廟一開始有進來送禮 我後來就不見了 周廟一開始有進來送禮 後來就不見了 新人掌已經下架了 真的假的喔 他下架了我還沒有去吃他 難過 我是想要吃蘋果的耶 我最喜歡的蘋果 Mina有吃過香蕉煎餅嗎 有啊有啊 而且我今天就買了香蕉 一個菜市場媽媽的 你們他超重的 最喜歡的香蕉 沒有最喜歡的是蘋果耶 這香蕉從螢幕上看起來好 好鮮豔喔 超便宜的 一斤九塊錢 一斤九塊錢 之前 因為夏天盛產吧 之前冬天的話 一斤二十五 二十五左右 然後比較便宜 十九塊差不多我就會買了 結果其實超便宜耶 九塊錢一斤耶 超便宜 對可是他就是 我其實不想買那麼多 因為香蕉很不耐放 可是你要想 你在便利商店買一根香蕉 就要十塊錢了 可是我買這這麼多 這麼多四十塊錢 所以是很划算 他超大根 一根就飽了吧 真的 這很新鮮 對但是他就不能切開來賣 如果你要跟老闆說 你要切開可能只買一點點的話 他一斤就要賣十四塊 就是會賣比較貴 就會賣比較貴 所以就想說沒關係 反正四十塊那麼多根耶 要趕快吃掉 倒也還好啦 他還蠻新鮮的 應該買綠一點的可以放比較久 但 香蕉的話 外表有一點黑斑都還是可以的 就是撥開裡面還是完整的 有一點黑點是最好吃的 不然要冷凍變香蕉冰 對那樣也很好吃 我現在比買冰棒便宜 倉鼠國物價真的非常 這真的超重的 你們看喔 我這樣拿起來肌肉就出來了 他真的超重的 我真的不想買那麼大船 但沒辦法 每天吃一個一下就吃完了 對啊 中和喵喵在忙不能看 天天還幫中和喵喵說話 不愧是工程師耶 那天天不要跟中和喵喵說 我說她的壞話 逆逆喔 要有一點黑 沒錯 香蕉皮可以給失戀的人吃 為什麼失戀的人要吃香蕉皮 香蕉皮不能吃吧 香蕉皮應該是要丟在路上 然後讓失戀的人 失戀的人太可能 不過失戀了還纏到香蕉皮 也太運氣不好了吧 沒有但吃完香蕉 要把香蕉皮丟垃圾桶好嗎 要乖乖的 不然會害別人跌倒 好啦 今天的直播差不多到這裡結束囉 我把剩下的幾拳拆完 啊輸了 好 那今天直播到這裡結束囉 那大家禮拜天的生日會見囉 期待期待 什麼太遲了 中和喵喵不是不在嗎 已經說完了 天天你壞壞 好啦 大家星期天見囉 拜拜 我直播結束打算吃香蕉 拜拜 大家晚安 愛你們 生日會見 拜拜 拜拜 我要找美好角度關播 修飾一下我的臉